一块的重量80多克 80多克有这么大 没有 它就是很小的一块这么大 饼干 因为它是越溶越小 然后它溶点比较高 然后就越溶越小 就这么大一条块 但是它就是很重 价值的话 以当时的价格 两万多三万块的 三万块有的 通常 珠宝店里既销售各类珠宝 金银首饰 同时也会有一定的回收业务 而李倩所工作的珠宝店 也是这样 偷走店里的 一万八千元现金后 李倩很快发现 自己根本没有能力 填补这个缺口 于是李倩就想到了 店里回收的旧金石 然后我就拿那个旧黄金 然后当时是给一个 就是倒卖二手黄金的 一个老板 我是倒卖给他了 然后就是填这些东西 我想就下个月再算 然后就是我们经理是那天 就突然过来 就是要收隔月的一个旧金 因为我们的旧金 就是一个月 有的时候一个半月收一次 然后就是我弄得有点 措手不及的情况下 我就把货品给融了 可李倩没有想到 经理在第二天 就搞了个突然袭击 这让李倩有点措手不及 就这样 为了应付眼前的检查 李倩直接向柜台里 准备出售的金手势 给融掉了 就火枪打开 就是融一下 因为它不会喷射 它就是静态的 就像水一样 越融越化 越融越化 我们有一个专业的一个 就是小盒子放在里边 就拿火枪就融掉了 一会就化了 差不多十秒左右的样子 然而在融掉店里的金饰时 李倩还留了个心眼 她将所有被融掉的金饰的吊牌 都偷偷地留存了下来 她就将所有的金饰品 她拿去变卖的金饰品的条码 都留下来 有些就是绑在了旧金上面 有些的话就自己留着 然后谎称这些金饰品已经买走 然后公司每次都是去扫条码 发现这条码都对得上的 我知道这件事情是犯法的 然后我就把所有的假金饰 全部放在保险柜里 但是它的数量是在的 就是你数的话 它是有掉牌有数量的 然后同事问的时候 我就说这个货品是 就是有客人订了 不要拿出来 其实对于这些金饰品的异常变动 其他店员也会提出疑问 但是都被李倩敷衍了过去 有问她 她就说这件货的话 我什么什么时候掉到哪里去 我都跟马经理交接过了干嘛的 或者有的时候她说 顾客已经把旧金给我了 旧金在我的家里 你放心好了 我过两天就帮你直接入进去就好 她就是每次问 都是以这样子的方式弄过去 我们不会想 不会往这方面想 谁会知道在经验上 怎么会做这个事 好 好